平川说论镜天天亮不熟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精彩的对抗 由暗夜打赞兽族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是LR最后的避难所 出生在地图左下角是蓝色的暗夜精灵 ID是英飞 英飞是我们国内顶尖的人族选手 那最近的话四个种族玩的都非常的不错 所以应该改口叫四皇 本场对抗他是选择了随机 随机到了暗夜 好我们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右上角 红色的兽族 这个ID是不是有点熟悉 反映成中文 就是粉色的小马居 这一名玩家的话和FQQ交过几次手 他的胜率好像在80%以上 基本上他可以用FQQ的战术 把FQQ击败 而且四个种族用的都非常的不错 论实力来说 他的实力比FQQ高一个档次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 他遇见了英飞 能不能玩出一些骚的套路出来 好看一下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兽族这边选择是先知的一个首发 五看这个建造讯息啊 又是最近非常流行的一个兽族战术 先知配猎头 确实啊 这个打法的话胜率比较的高 我们看一下英飞这边一个选择 英飞是A 选择的是恶魔猎手 DH居然不是KOG啊 KOG的话这个英雄前期会比较的厉害一点 后期稍微的有点废 那DH这个英雄呢 就是中规中矩啊 后期英雄等级高起来也会非常的强 好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双方的一个博弈 先知走出祭坛 那直接过来骚扰一下暗夜 这边的话 DH直接过来开始收割小怪 上来打了一个加速手套 哇这一局的DH啊 又是一个女性角色 胸气非常的发达 先知过来 那时间感觉掐指一算 对方应该练的差不多 自己呢也是顺势先练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四级的高阶祭祀 能出一个什么东西 这一边的话 英飞也是派了一个小精灵啊 去对方家里旁边侦察一下 过来 哎 看见了对方的一个先知 上来抽一下 哎 对方赶紧跑 好 还是抽到 那接下来小狼的经验能赚到吗 好像也赚不到 这边一个幻象 哎 刚才打的是一个幻象 幻象过来卡 卡一下DH的位置 双方又开始玩起了捉迷藏的一个游戏 是吧 DH 抓着先知 那先知呢 找机会蹭进啊 占小精力的一点便宜 这边的话 小AC想卡个位置 第一个没卡到 那第二个能卡到吧 哎 这里用幻象卡一下 反卡一下DH 不得不说 兽足的小细节小操作还是很不错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边前期两个来捉迷藏 捉的差不多 接下来应该要去练级了 这里的话 看看 兽足这边的话 一个幻象啊 带着一个小猎头 继续去练级 然后先知真身 马上过来 这里看看 又打一个幻象吗 还是打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招出来 这边把这个四级的高级祭司收割一下 这边暗夜 暗夜是把刚才兽足的点A接牌一下 好 DH到了二级 DH到二的话 有一个闪避了 那到时候传更强 那看一下先知啊 第二个装备是一个眼睛 眼睛一插 随时侦察一下对方一个动向 也挺好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科技 这边兽足 奥本已经升了三分之二 家里补了一个商店 这边猎头 源源不断的出 我们看一下暗夜这边 暗夜的话 奥本升了一半 科技的话 比兽足稍微慢了一点点 这边还没有造这个猎手大厅 还没有造猎手大厅 那只能出小AC 女猎手暂时出不了 这边练一下大典 练一下这个雇佣兵 六级石头了 每一只能出一个非常不错的好东西 好 先知这一包花 家里的话 已经积攒了三个 三个小猎头 我来 先把雇佣兵一练 哇 这一局的话 这个先知 这个幻象却是 非常作用 非常的大 前期的话 和DH捉迷藏手 卡了很多次位置 后面练击 也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好 上来DH 拿了一个强击光环 这个如果说 暗夜后续出AC的话 还是蛮有用 可以提高一下 远程部队的一个输出 好 我们看一下先知 这里搞了一个什么装备 一人面罩 很舒服 魔法值恢复速度提高了 整整百分之五十 这对于靠墙技能吃饭的英雄来说 非常舒服 好 暗夜 顺势把分框一练 这边又搞了一个加速手套 两加速手套 一个敏捷加三 这一边练完 可以找机会开一个分框 我们看一下 兽足 本身好 接下来的话 二英雄 二英雄的话 没有 没有戳 应该是选择去买了 这边暗夜 二英雄选择是大屁股 深渊临主 哇 深渊临主 血厚 输出也高 就是稍微的有点笨择 那这一局的话 暗夜 两个英雄都有点笨择 好 看一下 继续练 现在应该 DH最好是让一下经验 让这个深渊临主 单独吃一下 单独吃完 升到二级 这边的话 看看 强击光管 还有这个大血 全部给了这个大屁股 这边的话 五 兽足好像想进攻了 哇 二发一个那家 那家前期 这个非常强势 有兵剑 尤其是非常克制 这个DH 是吧 兵剑你两下 你DH跑过来 已经被对方消耗了 差不多了 好 受诸 这一波打得很强势 家里直接拉了四个小苦工 我感觉最近好多好多人 如果说顶记 就是论这个实力 就是真正的实力 和英飞 有一些差距的玩家 和英飞来打 都喜欢玩TR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TR 能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目的 前天 昨天还是前天 TD和英飞打 那也选择TR 这一次 本色小马军 也是选择TR 这一波TR的实际 掌握得很不错 暗夜加了 其实部队数量不是很多 最关键的是 最关键的是 这边兽足前期的猎头数量 非常的多 上来直接放下三个塔 这里贴个加速往前冲 消耗一下 这个暗夜的一个部队 暗夜加里 哎呦 赶紧补一个BP 守护之数 刚好家里生三本 二本建筑都还没造好 对方直接过来TR 这一波台名点 兽足抓的还是很不错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 先把塔造好 然后慢慢推进 当然兽足如果是想进攻进去的话 家里还得必须造一些投石车 家里已经开始安排了 这一边的话 暗夜两个英雄 有点笨种 这两个英雄都属于近战 要跑到前面去 你跑过去的话 已经被对方消耗 差不多 呜呜 这个小苦工 哇 这个卡位非常的细 三级DH 呜呜 差点被杀赶紧交一个TP 不得不说 本色小马军 小细节 小操作 战术都非常的不错 那这里的话 直接把三级DH的消耗量 直接消耗人残血 而且这边深渊灵主 迟迟没有到二级 没有到二级的话 现在深的是一个吼叫 捡对方的一个输出 但是呢 没有一个分裂斩啊 这一波暗夜很危险 这令DH大佬的状态 消耗的很难受 好 终于要出熊了 熊反了 黄童一加DH 哎 状态可以稍微的恢复一下 但是这个BP站不住了 BP倒下 然后兽足可以通过它 依然往前推进啊 而且后面的话 头十车也来了 这一局 感觉英飞有点悬啊 难道这一局英飞 要被对方这个大招给打没了吗 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白天 月亮紧 没有井水 只能够通过商店 或者是通过熊的 翻了黄童来补一下状态 好 先知三级 二级狼一招 那现在的话通过塔 慢慢的拆 后面头十车也已经安排好了 这里慢慢的把这个 暗夜的外围建筑一拆 好 DH状态恢复好 往前冲一波 但是这两个英雄太笨重了 都是近战 你跑过去的话 对方已经把你的血量消耗差不多 好 赶紧 这边DH的选败也差不多 一个保存 保存回家 可以的 这里的话喝点紧水 加一下状态 那现在的话 受阻有头十车 两三个塔 头十车慢慢推进 这一步暗夜有点危险 暗夜看能不能撑 撑到自己的熊趴下 现在三本已经升好了 三本已经升好 等熊趴 熊趴下来 看看有没有机会去进攻 熊趴下来之后 这边的塔 还有这个车子有点多 现在一头熊趴 还有另外两头熊 最好也能趴一下 现在欧欲有受阻 群房一贴 这个部队有点硬 看见你的熊趴下来 我贴个群房 和你硬钢一下 现在的话 月亮景越来越少 暗夜已经卡人口了 这一局运飞好像没了 月亮景卡人口 那你的熊出不了 现在只有四头熊 看看这四头熊能不能成功 打出去一下 月亮景又被拆掉一个 月亮景少 暗夜来说 一方面是卡人口 另外一方面是晚上之后 是吧 井水也补不了 那现在DH往前冲 在DH的话还是比较笨重 上来的话 血量差不多好 血量败了差不多 要来一个保存 直接来一个保存 现在是深渊零九 也是到了二 可惜没有到三 如果到三级 到时候升个二级的分裂输出 这边猎头就扛不住了 我们看一下 这里的话 暗夜精灵 家里被拆的差不多了 怎么办 好 关键时刻 英飞非常冷静 分框丢下了一个分框 这边丢个分框 如果分框能运营起来 还是非常的有机会 这边DH继续去卖血 但是卖不了多久 对方这个输出 确实非常的高 小苦空 差点又把DH给卡死了 关键时刻 这个保存交了出来 现在兽足 稳着稳大 前线还造了一个商店 这个部队慢慢补给了 然后慢慢往前冲 暗夜好像有点守不住了 好 先知 对方先知的位置不太好 受阻随时贴个加速 调整一下阵型 往后拉扯 三个塔在这里 你敢过来吗 现在熊的数量补不了 现在只有四头熊 而且四头熊的状态都不是很好 身上的蓝消耗的差不多 月亮景也没有 这里的话 看看知识古术赶紧吃点树逃跑 这里马上要被敌方给占领了 那现在的话 好 买了一个月亮石 暂时景水可以恢复一下 DH还想去卖血吗 DH等级好 即将四级半 这一局的话 DH如果等级打到五级 甚至是六级 有可能还是有机会 毕竟受阻 一直是奥本 奥本的猎头 其实非常的脆 血量很残 看一下 这里的话 这个位置有点掉钻 直接跑到岛上去 是吧 来和轰你 那现在又是白天了 又是白天 兽族说 哎 又可以进攻了 晚上不要进攻 因为对方家里的话 有紧水 答案也不太方便 那现在 白天一到 兽族又驱起了进攻的号角 好 这里 拿个小精灵 抱一下对方的这个狼 哎 把这个狼给A掉 DH 又撞了一些小精灵啊 但是这头熊 好 关键时候 熊一头也不要死 是吧 一个保存 现在可惜啊 就是深渊领主一个保存 如果说DH 也有个保存就好 双保存 保一下熊 好 兽族的那家 终于是到了二级 买了个小尼人 可以的 这下你再赶过来卖熊 我直接减你的速 减速之后 那你就没有这么方便撤退了 这边 哎 深渊领主 深渊领主这一波卖的有点残 好 这里小杀DH 有点胎啊 深渊领主这边 哎 有一个闪电链 直接收割 先知到了四级 这一波的话 二英雄阵亡 熊的状态消耗的 也是有点难受啊 这个小逆人 小逆人关键时刻 又来了一个减速 DH这一波还在卖血 身上有一个毒球 输出确实非常的高 那现在你一个英雄 能打赢对方那么多吗 哎 这头熊位置有点迷路 幸好对方的话 暂时没有什么 哎呀 还是被那家一个兵剑给射到 这头熊刚出来 直接就进去了 哎 难受 好 三个投石车 直接轰暗夜的三级基地 这三级基地要轰掉了 不过DH这一波状态很不错 找了一个机会 把对方这三辆投石车一拆 哎 拆完两辆好 第三辆也要拆掉 这一波双方换的都非常的极限 DH拆了两辆投石车 升到了五级 但是兽足把暗夜的三级基地 给拆掉了 哎 这里好 追杀一下落单的先知 这两头肉熊过来 卡一下位置 先知先知 哎呦 这一波操作非常的不错啊 关键时刻 杀了对方的一个先知 DH的话升到了五级半 那兽足的话 先知阵亡 这个进攻的这个脚步 稍微的要停一停了 现在一个投石车 状态不是很好 继续消耗一下 这边暗夜的一个建筑 暗夜的话 分框已经开始运营了 这里那家给你买一把粉 撒了一下 发现暗夜有分框了 好 又贴了一个加速 哇 兽足这个小细节很不错 每一次阵型不太好 直接贴个加速来调整阵型 那现在的话 看看先知 先知还是慢慢复活 慢慢复活的话 那兽足的节奏稍微的有点断档 而且这个关键时刻呀 关键时刻先知阵亡 那你还处理不了这边对方这个分框 那现在那家顺势 没有事干 练个急 把这边怪给招出来 现在暗夜不太敢出去 是吧 只能躲在这个塔 塔里面 然后等先知慢慢继续推 这一波看看 五级的这个蓝胖子 能处一个什么装备 好 今夜还是被那家给拿到 打了个重生十字张 这里的话 熊要开始反扑了 哎哎哎哎 这个熊 自己要被A掉一个 现在的话没有二英熊 所以说暂时没有一个保存 过来的话 这个建筑没拆到什么 倒是自己死了一头熊 有点亏 另外一边 我们看一下 暗夜把这个点也是收割掉 那家身上的装备还可以 有复活 有血瓶 这里的话 DH继续过来卖血 五级DH 是吧 二级闪避之类的 很稳很稳 基本上你想把它打残血 很难要打很久 DH一个人 打受阻一队的部队 但是这三个塔还是有点猛 三个塔消耗一下 DH这一波卖血 搞一段落 好 这边建筑 大千席 跑到分块去 这边再撒一把粉 确认一下 你的暗夜现在怎么样了 哎 我们看一下 因为这一波的话 哎 指导对方的老家 好 派了四头熊 直接去兽组家里搞事 你来我家搞事 说话 我怎么就不能去你家呢 好 兽组买了一个飞艇 哎 买个飞艇很不错 那现在暗夜 大部分啊 都是近战 什么 对空能力的话 哎 除了英雄 其他好像都对空不了 那这一波的话 那家兵剑消耗一下 现在就是猎头太脆了啊 猎头被对方A两下 一色的血 等一下 深渊领主复活成功 那家更扛 更扛不过去了 另外一边 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 是仙知和这四头熊 在纠缠 哎 仙知这里没有操作啊 被四头熊拍 拍得非常的难受 这里能反应过来吗 双线操作 反应过来 赶紧拉扯一下 哎呦 玩一下就没了呀 二十多堆血 熊一拍就没了 另外一边 我们看一下 DH的话 哇 又回家补又补状态 五级半的DH 卖血是真的舒服啊 这一边 那这边 我们看一下猎头 直接被DH消耗的 这么的残了 熊继续在 受阻加了各种搞事啊 赚一个二级狼的经验 另外一边 这里 哎呦 这个车子没有及时上飞艇 那拼到后面 就是职业选手 这个双线操作啊 确实 因为的双线操作啊 被对方抢了一个档次 每一次双线的话 对方都不能照顾周全 这里看看 先知回家补一波状态 主要是回家处理一下这些熊 那英飞也是通过这四头熊 让对方这一波的进攻 稍微高一段落 这里 哎 DH DH DH没有及时赶过来 哇 这四头熊感觉要送掉呀 这四头熊还是比较的笨重 是吧 想去是打对方的猎团 对方拉扯一下 呜呦 四头熊已经阵亡两头了 还有两头 这头也要阵亡 好 这里赶紧赶紧回去接一下自己的熊 我们看一下 神烟灵主复活成功 DH 咦 即将到六级了 可以的 DH即将到六级 看看这一波 这一波暗夜现在已经出不了熊啊 只能出小路了 毕竟这个科技没有了 好 DH过来撞一波经验 现在差个五十经验 可以升到六 这里 哎 神烟灵主保存回家 好 DH经验单独吃 升到六级 直接变成大恶魔 呜呜 这个大恶魔混乱攻击 有点猛啊 往前一输出 这兽子一大波部 对全蓝 逃不住 那现在把兽子赶跑了之后 大恶魔直接在兽子家里 开始拆地洞 哎 这一波地洞好像要拆掉 虽然说小路 没有什么工程能力啊 但是这个六级的大恶魔 确实很猛 另外一边 我们看一下兽子 哎 表示我不守家了 直接去把暗夜残余的建筑一推 这一波换家 看看能不能成功 好 这里 恶魔猎手 恶魔变形 这边把兽子家里的地洞都拆的差不多了 真的是硬啊 这个输出也高 好 我们看一下兽子这边想换家 但是家里搞得一团乱 关键是卡人口了 也就是说后面兵基本上补不出来 那过来 想继续拆一下暗夜这边剩余的一些建筑 等于拆完这些有什么用呢 六级第二级回来 一个大变身 关键是分框 又开始升科技了 是吧 资源还很多 感觉兽子没有机会啊 收阻还在继续拆 但是恶魔猎手已经开始回家了 诶 我们看一下 这边拼装特意暂停一下 看看他打的什么 粉色小马居直接打成Hate Elves 非常的讨厌暗夜 然后打出GG 好 我们恭喜英飞 这一季的话 英飞也是差一点被对方给TR掉了 不得不说 粉色小马居确实有点实力 但是呢 后面这个节奏 还是英飞稍微掌握住了 六级DH直接大变身 逆转了这个局势 好 喜欢本场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一部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再见